大家好,我是赵老师 我们这期视频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绿 考虑的绿 绿字是一个半包围结构 或者说是左上包 都可以啊 这个字其实难点在哪 有人觉得这个虎字头难 当然也有人觉得这个心不好写 其实这个心单拉出来就有一大群人 他写不好的 咱先把这个虎字头单拉出来给大家讲一下啊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虎字头你看它难哪去了 其实有些细节你没有注意到 所以呢你写出来就不好看 首先竖 居中 然后横往右上扛肩 注意这个横 往右上扛肩 而且很小 你这个横可不要写平啊 它往上扛肩是抬头呢 精神气要出来对不对 好 横往右上 横勾 应该往回勾 往右下顿 然后往回勾 勾要短小有力 你不要这样卡一下回过来了啊 然后撇 这个撇先竖向下来 然后往左边伸展出去 这是外面 然后这个七 很关键 大家注意一下啊 看准了 你看横到横 到下面这个七的横 它间距是相等的 这个横不是斜上去吗 然后你看树弯钩 和这个上面这个树是上下对正的 然后弯钩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虎字头你看 横到横钩 到短横 包括到底端 那弯钩这个间距应该是相等的 横到横 到这 到这 这个间距基本相等 也就是说你这个横向笔画之间 你空间不白一定要均匀啊 你不能忽近忽远 这样就不好看啊 然后下面这个心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心 点 由轻道中 握钩 起笔和这个心 起笔位置是等高的 在这 斜下去 然后慢慢过渡到水平位置之后 往回钩 是往回钩的啊 人家握钩是一个非常短小的笔画 但是好多同学就这样 写特别宽 它没有这么宽啊 然后里面一点低 外面一点高一些 里面低外面高 这是下面这个心字的写法啊 我们现在把这两部分组合到一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绿子 树 横往右上扛肩 然后横钩 往右上倾斜 横往回钩 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皮 树向下来 然后往左边伸展 你要把这里面 这个心字 给它包住 我们先把这胡子图给它写出来 你看横 横到横到横 肩距要相等 树弯钩 你看到这就可以拐回来了 到横 横钩 横 弯钩 坚距 你有没有不摆均匀 然后心字来了 你看点 卧钩 往外伸展 不要写太宽 然后可以了 往回钩 你看这卧钩是比较短小的 斜向下来慢慢过渡到水平位置 然后往回钩 卧钩只是比上面这个横钩 你看略宽出来一点就行了 然后里面一点低 外面一点高一些 这是绿字的写法啊 我们再来演示一遍 然后你看 树 横 往右上扛肩 再来一个横钩 往右上扛肩 你斜上去 这个精神器就出来了啊 你不要写的四平八稳 然后撇 竖向下来 给它包住 竖片 然后横 写上去 你看你间距 笔画之间间距没有控制好 然后点 卧钩和这个点对齐的 你不要再从它的尾巴那写了 往外走 好 往回钩 卧钩不要伸展太长 只是比上面横钩宽一点点就行了 然后里面一点 外面一点高一些 这是绿字的写法啊 好 咱这期视频 这个考虑的绿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了 咱们儿好